随着时代的发展,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了,现在的父母对孩子是比较溺爱的,他们想要什么都会尽量去满足他们。 在照顾小孩的闲暇之余,很多父母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保养的,为了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,岁月这把杀猪刀,不要在脸上留下痕迹,大家都说皮肤不好的话可以化妆啊,其实不然,好的皮肤化妆是锦上添花,皮肤不好即使化妆也是车祸现场。 我们从视频中,可以看到一对新人喜结连理了,新郎在给丈母娘敬茶的时候,感觉得出有些尴尬,因为丈母娘很年轻啊,一点也不输给新娘呢,而且丈母娘脸上也没有化妆的痕迹,不知道平时是怎么保养的,好像知道呢。 视频发出以后,大家都在调侃新郎,以后是要叫丈母娘妈妈还是姐姐,还有更是给新郎出了个难题,再给你一次机会,要娶新娘还是丈母娘,不得不说现在的网友真是调皮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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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